新店区长林黄元与一龙集团代表在大型背板上签名 象征公司部门合作建立推动防灾工作 新店地区共有27条土石流浅市区居新北市之冠 所涵盖的山区范围更高达8成 为了强化灾前的疏散撤离以及灾后的物资及人员运送 特别和在地企业合作扩大防救灾资源 在这个黄色警戒或是红色警戒的时候 保全户的疏散撤离还有一些物资的运送提供车辆 增加我们这种运输的能量 加强防灾准备工作区公所除了会在训期前举办防灾演练 要在灾害发生时发挥最大救灾效率 一旦遇到台风等紧急灾害就会通报豫荣集团 两个小时内就能提供运输车执行任务 我们在企业这里面的话也会进行企业防灾的一个宣导 那么除了这样子的一个宣导教育训练的活动之外 在新店区公所这里有需要人力的时候 我们也会动员相关的人力来做一个协助 除了在救灾时提供自家车辆 平时也会参与区公所举办的防灾宣导 增加企业员工救灾常识 而未来区公所也希望能够号召更多民间企业 一起加入防灾工作减少灾害损失 记者邱世民采访报道